NOT在这张地图是一个存活大师 他基本上是不怎么死 NOT 对对对 你有位移了 你可以存活 没错 空战 这边 这类似对上 Dream Casper 其实自己的位置是被压得有点低 这边有JP 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现在怎么追着我锤 飞不进来了 他这样给不了任何伤害 被压在 就是路霸傻的 能不能把这边的A哥给激怒 然后自己再去不和A哥打 然后A哥又开始沉迷空战 这一波地面输出又不够 地面不行了呀 因为自己这边是个温斯顿 GAMSU这边是个温斯顿 对方的N位使用了一个路霸 这个点是真的被吃死了 是的 虽然自己几方这边踩下了点 但是对面好像后续火力还很足 这边直接选择跳路霸 别吧 这边NOT机甲直接爆了 小妹妹也被打死 Dream Casper也是倒地 这波进攻有点无功而返了 而JP马上有天降争议了 而Dream Casper也是有 最近Dream Casper的一个天降争议 效果都是还挺不错的 远炮轰掉了这边的Carray 天使直接开起大招开始拉人 还是强杀路霸 竟然还是杀掉了 这边Verbo的天使 技能还差一点 Verbo现在人在哪 被击杀了 Verbo在90以上的能量 没有打出女武神死了 这很可惜的 对 这其实是个大节奏 这边完全输了 他的地面低空给了一炮的同时 Shift再接天降阵仪 肯定就打不死了呀 Verbo 女武神空中为了战争议 哇 这击炮真的是把 这崩了呀 心态炸了 真的是心态打炸 头颅开裂 时间已经给的不多了 这个也是终于把自己的颜面找了回来 天使直接开启女武神拉 核爆投出来 这个肾赶快留 孙恩把军不开四分炸掉了 又拉了一次了 再一次拉起来 第三条命 黄生PK再战 又死了 这波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Felf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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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好 这波应该打赢了吧 这总打赢了吧 这次这边也是天降阵仪有点太高了 别再这样了 这边孙恩被这边那口戳掉 戳掉了这是 满血戳掉 天使也拉不了 就封锁这 这个怎么办 前排这样卡不住了呀 踩个高点点我要让了 没有 踩进来 踩进来的时候让了点 那这波又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太尴尬了 感觉今天的应用队 整体的操作已经变形了 这波 哦不是天降阵 这波还有一个50亿道 直接跳上来 快留 溜 溜得好 当时看血量 内扣一死 晕倒漂亮 哇 striker还架了双T 哇哦 真的不要再死了 对面有个神射手 稍微躲一下 我就怕这一手 真的 我就怕这一手 晕倒用过了 谁把这人杀了 严重 漂亮 好的 拔起来 内扣有死亡了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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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打赢这一波 漂亮 打出气势 那个终于拔刀 砍掉了对面关键的两个 单位 点肯定99了 Gamstu这边开启 是帮助续个点 99走人 是的 Karibu还留了一手 圣 是有办法和对面打一个运营资本的 走人走人走人 能死死能走走 重新再来打镜头给到孙 他现在其实 他真的是想为团队做很多事情 他一方面要甩开这边的 一方面要切掉 Dream Casper 还要去打气冲能 孙今天的表现真的非常出色 对 麦克雷在后方 又被两个人盯住 但是对面捏着闪光弹的 不敢去 这边不太敢去找 因为他们这边伤害确实不足 哇 这个Niko有点太冲了吧 点点点点点 苏尔能不能上去再杀一个麦克雷 那这波麦克雷再杀 我觉得这游戏本 没了 没了 没有了 这不能一个杀六个呀 他们其实的3T体系 就是双C体系又不太一样 这3T的功能狂守轮胎已经来了 这边那头机甲被打掉 路霸被勾过来 一丝血吗 没有 要磕起来了 盾也给上不会死了 小迪娃也是被拉起来 现在双框还都是一个满员的状态 但是说完 再炸掉这边的Gamesu Striker绕到旁边 把这边的一个Gentes给打掉了 天使开始拉人 率先开启了女武神 你看Vermode的大招 还没有来 就差一点 我每次看到这种能量情况 我就担心他会死了 这回还好 这个击飞狗跳 其实开得不算特别好 真不算特别好 哎 反狗死了 孙一个报仇 回来击杀了Jim Casper 防下来了 哎呦 哎呦 路霸真的顶着伤害上去把人给打死了 这么刚猛的吗 你是担负的原因刚才 所以现在还领先你一个肾 孙小仙司机三十六 哦 没了 空中拉钩还是被拘掉了 这个轮胎 轮胎效果也不好 自己也震亡 轮胎把自己炸死了 而且肾早就已经开出来了 反倒是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怎么回事 Vermode被拘了一枪 估计还要被打死 车有点踩不住了 我其实很好奇 A哥刚才在哪放的轮胎啊 怎么会自己死了 NV这边也扛不住了 开了一个机器飞口跳 黑白河来到屁股后面疯狂巨人 对啊 而这边一点预警都没有 哎 Neko Neko倒了 不过瞬间被拉起来 因为Kalix这边开了牛神的 Karrivo 单挑 打不过 别吧 这波B点又被拼退了 苏安 哎 Verbal开牛神了 拉了两个 有啥用啊 滚拨技能血球吧 在下一波 毕竟有一点技能和对面打 只能这样想了 要打 强行要反场 强行要打 已经掏枪了 狠急 哎呦 没有被打死了 保住了保住了 身影也逼出来了 没法拔刀啊 一次血吃了个血包 别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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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刀别拔了吧 就不是长时间保持那种状态手感 A哥 这边striker肯定会被受掉的 药已经磕过了 哎 你还吃血包 养你 养 那这波 哎呀 哎被找到了 魁胜格当被扯过来 很危险 不是 强行保得下来吗 保下来 哎呦 拉马 上去强行顶住图团查起来 3T要硬接你这套 拔摩把拔起来砍你了要 准备看这边直接一波六连发 打掉 原始还有刀 砍一波 麦克雷起来又死 掐他起来估计还要死 可以扣住刀不砍了 哎呀又死了 核爆投出来 其实这波扣刀 是可以扣的 但是完全没想到对面居然打得过 这个技能为什么投在这儿啊 这是个啥呀 这Ship应该是没按出去 又是一次失误 今天看的失误其实有点多 这个车子已经过了一个U型 来到了大指导 是 麦克雷这边技嘉保不住了 而且是没有核爆的 小妹妹出来被点一枪直接无视一道 就等着Verbo 感慨都懒 A哥又死了 A哥你这个刀 堵掉了温斯顿 拔不出来呀 拔了 哎 没勾到还好 哎 直接被点掉 拔开了一个灯 圣和刀也没配合 照亮了自己队友前行的方向 在车边 双斧在车边卡车 没有了 乱七八糟 其实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点 就是可以 我感觉是队伍内部是出现了一定的 一般来说你用黑百合 应该是孙准去用黑百合 卡瑞夫去补个堡垒吧 应该这样吧 可能有他们一些相对的安排 不过这一枪剧掉 这边狂鼠也是OK的 还是很关键 浪费了对面一个复活的CD 现在是一个六打五的状态啊 要打得主动一点 哎 儿子那天怎么又掉了 脱钩了 脱钩了 被卡在这儿 算是收掉了striker 堡垒杀黑百合 应该在旁边去摸了一下吧 卡瑞夫往后拉 要死 快溜快溜 快溜 快溜 救命 轮胎来了 这个轮胎有点吃不消 从后面绕的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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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掉了 来四 被收掉 露霸这边 能不能活下来 活得下来 这边活得下来 GAMSU应该是要阵亡的 卡不住了 死都不让车 这边 苏恩 堡垒架得起来 还在这边偷伤害 要被炸死了 溜一下 能不能溜掉 溜掉了还行啊 而这边图图 而这边图图插了起来 正面完全崩盘 这是一个超充能气下鸡飞狗跳的combo 哇 打吧 还不打 哦 这一手还OK的 NV这个补位不错 打吧 轮胎 这边我看到坦克车已经开起来了 没有炸掉Verbo 开起女武神 坦克车加女武神 能过了吧 Kalix也开起了女武神 现在拉起了Striker 而Striker再次被打掉 又拉了一次Striker 这边拉了孙恩的堡垒 现在只剩10秒钟了 进入加时 其实你看到波生的崛起队 现在没有压力啊 而且你可以看场上的观众 场下的观众 我估计都能感受到 对面是大的油 这个核棒好绝望 什么 打得有点着急 所以这边就觉得 我慢慢和你拖着打 毕竟时间已经不多了嘛 其实刚才给的很长一段时间 NV的视角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从来没有打西加沟这个配合 以前有点乱了 他现在就所有场上 英勇队的队员 怎么操作都是麻木的 直接上来 想打一波强击火 效果还OK 其实第一波伤还是给的足的 但是ZUN被这边直接撞死了 Verbo也被G掉 赶紧留 赶紧留 还有一波 还有一波快流 ZUN上来卡了下车 钩子西也是用过了 温斯顿跳车边 跳车不好吧 选择卡车边打 选择进到小房间 绕着小房间 原是过来直接被给了一枪 有点活不理啊 给了一下有点慌 女武神 女武神是在干嘛 在吓天使吗 黄鼠这边补掉了 Agetis 没了 正面有点崩盘 因为荷包炸了两个人 Verbo直接拿起来 ZUN和NV 但是没有太多的机会 Kravo这边打掉 Niko 黄鼠再次爆发 自己精神的伤害 击杀掉了这边的 Diva Niko 收掉ZUN和Fate 我觉得局势是 基本上没有办法了 刚才这个阵亡情况下 其实 如果拉得到 Agetis的话 我会选择拉Agetis Kravo 不会拉NV这个小Diva的